你好 你好 我的天 我是外国人 你好 我们是东方卫视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 然后我是佳奈亮 这是李希瑞 然后可不可以来您家吃个饭 怎么办 你说的是重庆话 你们等待我吃饭可以一起吃饭 可以来你家多一会儿 可以可以 等一会儿 好嘞 我现在考虑的是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操这一口重庆话 估计从小在重庆长大了 就等了 欢迎 好漂亮 你太帅了 你觉得太美了 快进来 谢谢 谢谢 真的可以来你家吃饭 我好开心 谢谢 我也好开心 你可以说了一口这么纯正的重庆话 是不是 听得懂不 我当然听得懂了 不是 我怎么说出了一口湖南话 湖南味道 这好温馨 对 而且很暖 你是哪里人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爸爸跟我哥 这是我妈妈 家里几个人 就是四个 然后这里是我们去年过新年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会视频 你叫全名叫什么 李肖香 李肖香 你跟我一个姓 对 你这个姓是自创的吗 是自己举的 我觉得你很好听 相当于中国人 其实因为名字差不多就觉得好听的 真的 李肖香 李肖瑶也好听 小名叫李肖瑶 哥给你起来 这名 李肖瑶 这就是你的房间 不要紧 有点乱 自己的房间这么大 可以 你还有三脚架 对 我其实希望拍一些视频 重新化加一些故事 很多人问我 肖香 我也是在你出去玩了 我跟你们说 我到中国过来两年 我才晓得我说的是重庆话 不是普通话 我因为全国都是在说重庆话 你知道你给我什么感觉吗 不知道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弟弟到道 弟弟到道的重庆人 是吧 我上辈子肯定是重庆人 我觉得 因为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 我下飞机的时候 就觉得我17年是迷路了 然后终于回家了 很奇怪的那种一种感觉 那你肯定特别喜欢吃重庆火锅吧 对 对 每次在外地出来 第一个事情就是吃火锅 弄饭是啥 我们可以去卖一下菜 然后晚上吃火锅 晚上可以吃火锅 嗯 因为我来中国快六年了 就是路上催促 如果不看我的脸 就是我在打电话 他们就会以为我是一个重庆人 有一次我打车 实际就给我打电话 喂 美丽你在哪个位置 对 我说我都在路边 我都在路边 没看到啊 里面是一个老外 我说都是我 都是我 我气死了 好 好 好